這件事情已經影響很多法律 專業界的恐慌了 欸 大家來討論 來辯論嘛 為什麼翁曉玲不敢 洪生和暗話講到一半 翁曉玲在臺下頻頻回嗆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 審議翁曉玲提出的 憲法訴訟法修正草案 明天大法官 現有總額為十五人 提高憲法法庭裁決門檻 藍綠陣營都祭出 甲級動員令氣氛劍拔弩張 賴清德總統提了一群 不適任不適格的大法官 名單是要怎麼樣 是要立法院不分青紅皂白 就把他這個就要行使同意權嗎 莫小玲主張是要完善 憲法機制才提議修法 甚至直言賴總統提出的 新任大法官名單 通通不適任 日營回擊 根本是找理由 癱瘓憲法法庭 不要癱瘓憲法法庭 不先行使大法官同意權 就搶修憲法訴訟法 這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就是明確的政治意圖 那時候傅崑奇趕緊提醒 由於藍綠雙方票數持平 趙偉吳宗憲才是提案通過 到了十一點四十分左右 才終於進入提案說明階段 儘管外界質疑聲浪不斷 藍營人嗆瞎 儘快送出委員會朝野持續激戰 三天新聞 靈魂王宜德 台北報導